再来关注北京新开通的一条观光巴士线路 夜游鸟巢 亮马河等文旅地标 让乘客感受京城的古运新风 8月18号晚 潮潮阳观光巴士 亮相国家体育场鸟巢前的始发站点 观光巴士为双层巴士 车身以红色为底色 勾勒出的北京奥林匹克塔 鸟巢等多个文旅特色地标 在夜色中流动 多彩绚丽 游客在观光巴士车内可以围桌而坐 互动交流 通过顶部全景天窗可以仰望星空 车上还提供干果 烤鸭 西式减餐等食品 游客可边上美景 边尝美食 潮潮阳观光巴士的游览线路为17公里 约一小时车程 途径多个文旅地标和网红商圈 未来将持续更新升级 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元的夜游新体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